哈喽大家好我是蜜蜜 斯福兰很快要打折了 今天来给大家种草and拔草 很详细的斯福兰的这个购物清单呢 我去年年底出过一个的 眼影盘我推荐这些啊 口红啊我推荐这些啊 然后我自己可能会买的是这些啊 然后今天呢就是不太一样的了啊 但是我后面我也会补充一下 我之前提到过的东西 我自己使用过这么半年 有什么想法还要不要推荐 大家如果很好奇某一特定的品牌 然后我们在视频当中说到的话 就可以私底下来问我好吗 首先呢是Anastasia Anastasia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的是眉笔 除了容易断 其实它什么都很好 很好用 而且后面也有眉色是很ok的 再来呢是眼影打底 这次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去入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是我用过最好用的眼影打底 眉有之一 benefit它平时自己官方也总会打折 然后呢不是很建议大家在斯福兰 这边买贝林菲家的东西 如果你想要买 建议大家就是从套装 因为他们这个主要热门的就是什么 眉笔啦腮红啦这样子的东西 它都是有套装的 从套装开始入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就是Elia 这是最近比较新起来的一个 这种Clean Beauty里面的品牌 我只试过他们家白盖子那个粉底液 我只是用过一次 因为我是要来sample们 我还没有确定要不要买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色号对不对 那个是预服可以用的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sheer 它的遮瑕真的非常霜的一般 非常的一般 就是连黑头都遮不太掉的那种 所以说如果你有很刻意想要去 遮掉某一类的瑕疵的话 这就不是很适合你 但是假如说你觉得皮肤透出来 有一些自己的本来的肤矿 比你本来的皮肤会要更好一点 等等效果的话 Elia我是很推荐的 因为我那次带妆一整天下来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主要的话呢就是它很薄透 是个人喜好的问题 再来阿玛尼 我觉得Luminous Silk是改版以后的UV Luminous 根据我做的功课来看 我认为它是比较适合干皮或者是混干的 如果你再油一点的话呢 就是比较适合Power Fabric 然后阿玛尼很推荐的它就是红管 这次我想要入一支红管200 我自己有过501 那是非常标准绝美的豆沙色 那现在豆沙色不是已经不流行的吗 就想要入一支200 然后我上次打折是入了一支208 之前的那个什么 Luminous系列的那个颜色 我觉得我也很喜欢 最吸引我的它的质地 非常非常的棒 它很容易沾 它比较容易沾杯了 但是它是很丝绒的那样子的质地 再来呢 我别推荐的一个牌子是Rare Beauty 因为Rare Beauty到现在 我已经没有什么倒过折 我之前有出过一个Rare Beauty的 全系列 当时的全新品测评 然后呢测评下来了以后呢 我最喜欢呢 就是它们的腮红液 我到现在都特别爱用那个Bliss 那个颜色超级超级好用 什么妆都非常的搭 什么肤色也都非常的搭 那个Bliss真的很绝 很谢谢Selena 它很用心的在做那个东西 然后另外呢 唇膏我很推荐的是Lib Souffle 就是那个唇釉啊 那种绒的那个舒服了一唇釉 我真的很喜欢的那个颜色是Brave 然后这次我想要买 它们家的另外一个小套装 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它自己嘴巴上的那个 艳丽的那个红色 因为那个那样子的红色我没有有过 然后我想要买一个试试看 但是刚好 我也不想要买正妆 因为正妆太大了 我觉得我肯定是用完 当然mini 我肯定也用完 那是至少mini 便宜一点小一点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fearless 两个颜色 都是在那个套装里面 我肯定是会 去买一个这个套装 我来试一下的 上一次做测评 我就跟大家讲过 那个质地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以言语 舒服了 就有种你在吃着 你在吃着蛋糕 但是那个蛋糕 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口红 给沾到你嘴上的感觉 那他说Denona的话呢 我不太建议入任何 除了演艺盘以外的东西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 那他说Denona的话 我很推荐 Glam这一盘 Bia 然后呢Nude 我觉得都很不错 这几个呢是属于 他们新后面出来的 粉质改版过 就是粉质比原来还要更好 然后呢又是比较适合新手 其实那个大都会那一盘 我觉得也超级无敌棒 我自己就有大都会的那一盘 就是属于 什么颜色它都有了 它会有一些就是 你可能擦在眼皮上 如果你擦的比较轻的话 可能真的分不太清楚 哪个颜色是哪个颜色 就比较稍微轨打枪一点点 但是它总体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 非常优秀的综合盘 什么颜色都有了 如果你大盘牌子里面 你想要入Nutasha 然后Nutasha里面 你只要入一盘的话 真的大都会我强推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Nutasha我是不太建议你去入的 如果你非得要入的话 一定要在使用的时候 多抖一下你的刷子 再去上你的眼睛 因为美系品牌 它们显色都会比较高 下面我要说的 这些牌子是属于 我不是很推荐你在这个时候买 但是如果你很想要买的话 这些也是可以买的 因为这些品牌 它们平时自己的官网 也是会经常打折的那种 千万不要因为 Pammergraph经常打折 而就觉得 Pammergraph是一个 没什么人买 没什么人气的那种 普通品牌 它非常的优秀 就是在我心中 我觉得最优秀的 眼影盘牌子 就是Nutasha和Pammergraph 这两个真的就是在那里无人能及 他们否则是什么 走一边 他们两个绝对是在顶端的那种 眼影盘的话 打折当然是要入大盘 大盘的话 我已经不想再说了 Mothership 5 没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5是必入的 其次的话就是7 我觉得那个玫瑰盘也还OK 如果你要买一盘 第一盘一定要买5 一定要买5 没有什么不要去纠结 就是直接买5就对了 好吗 小盘4的眼影盘 我不是很推荐 就是除非你想要试一下他们家的那个闪片 不然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你买他们家四色的眼影盘 因为他们四色的眼影盘都是比较彩的 不是很日常的颜色 除了眼影盘之外 Pammergraph家的东西 我最推荐的就是涂在嘴巴上的东西 口红和lip gloss 就是那种唇釉 今天我嘴巴就涂的是Pammergraph家的一个lip gloss 特别特别的好看 有一个色布兰的开箱 然后那个开箱里面就试了这个这个唇釉的颜色 超级无敌吧 Pammergraph家的唇釉 真的特别特别 就这种亮面唇有很好看 唇釉这个东西很容易做的涂不匀 大牌甚至连Dior都会涂不匀 然后前两天我买的Romant也涂不匀 就是它会很容易涂不匀 有些问题还是镜面的 所以呢 像Pammergraph这个就是一点这种问题都没有 它就是非常容易涂得匀 闭眼露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好吧姐妹们 那就是这个品牌 真的也是平常经常打着 别的平台也是会总是打着的一个牌子 他们家我比较推荐的就是遮瑕 这家真的不错 然后呢就是腮红 腮红我自己最喜欢的是sex appeal 他们最火的腮红是那个高潮 但是高潮我真的建议大家 要么呢你就靠过去摸一下 要么呢你就买mini的买小的 不要一来就买大的 因为高潮容易翻车 高潮的那个闪片也是金黄色的 反正我自己是这样 我的脸上的腮红涂不了 就是很挑那种带闪的腮红 不是所有带闪的腮红涂在我的脸上都会不涂 大部分带上的腮红带闪的腮红在我脸上都会黑涂 这次有个套装啊 就是laguna和高潮中间还有一把刷子 我觉得那个也很不错 我这个如果你想要试一下的话 这个是可以试一下的 NARS的口红就能做得很好 口红唇釉 就那种那个雾面唇釉 我推荐的就是slow right的那个颜色 唇笔的话是do me baby 真的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让人联想好吗 另外呢就是dolce vita 很适合做素颜妆的 你在宿舍里面 然后你男朋友发了个短信说 宝贝我给你了个惊喜 赶快下楼 然后你傻眼 我在刚起床什么都没干 他躺在床上看剧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男朋友叫你下去 然后说不定他还有录像怎么办 涂上dolce vita没有什么问题 dolce vita很适合各种肤色的素颜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人是涂了口红的 这个颜色很提你的气色 整个脸感觉都会 呃变得更亮白一些 再来呢是sholite tilbury 这一次我是想要 入一个sholite tilbury的一个脸脸盘 golden goddess 最近这几年比较喜欢棕一点的颜色了 之前呢是比较喜欢偏红的 现在呢喜欢棕一点的了 唉 女人呢 就是在这个化妆品上是无没有镜头的 就是你不停的不停的想要花钱 当你觉得你把豆沙色买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告诉你现在流行梅子色 当你把梅子色买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告诉你现在流行南瓜色 你永远都有买不完的口红 你永远都有买不完的颜色盘 好 反正这次我就想要买一个这个 golden goddess 我觉得它是一个偏 灰棕 我自己不要推荐的话呢是exaggerice 我就说无数遍了 我还出过那exaggerice和pillotalk比对的那个视频 这次我就不能推荐pillotalk了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一般 大家去买exaggerice就好啦 如果说你涂高光 总是会觉得这里很斑斑薄薄 然后很明显一坨的话 买shalletiburie的高光眼 就不会 永远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困染 但是他们家我不是很推荐买那个腮红不便宜对吧 然后能涂出来的颜色我觉得也不一样的一般 我买了他们家 我只买过一个 我只买过pillotalk 我觉得pillotalk那个腮红涂效真的很一般 真的一般 所以大家考虑一下 最好还是靠贵啊 任何带颜色的东西还是靠贵 这样子一说所有财商品都得靠贵 你在网上买的话 你就不能拿去店里面退 反正他们家退货真的真的是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大家 平时在斯福兰买东西 打折的时候可以在斯福兰买 平时斯福兰不打折的时候就 彩妆里面绝对别买的是什么 pillotalk的眼影盘 他们家别的东西我没有怎么试过 我不是确定 那他们家眼影盘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再买了 除非除非他又非常抓你的毛 那么几颗颜色不然真的别买了 pillotalk我买过两盘 一盘是那个沙漠盘 也是他们家最火大响 他们家品牌的那盘沙漠盘 然后呢就是一个干燥玫瑰盘 那个干燥玫瑰我拿回来用了几天 我真的就退回去了 怎么涂都觉得普通 怎么涂都觉得微微的显脏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但是就是有那里微微的显脏 而且它轨打枪的颜色太多了 沙漠盘我觉得是不错的 主要是当时沙漠盘意味着一个 在彩妆界的一个时代变换 就是因为沙漠盘才大家突然开始流行 大亮片大偏光都是因为沙漠盘 所以说沙漠盘我觉得是一个纪念意义的盘子 除此之外困难兵器就没有什么太掀起来的那种盘了 主要是它们叫粉质真的一般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60多刀那么一盘 你真正能用的也就那么几个 然后它轨打墙的颜色也比较多 所以呢还不如我去买 少了这盘就死了 然后Tom Ford我觉得这次也是可以买的 但是我刷了一下Tom Ford 这几年Tom Ford风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所以Tom Ford我没有什么很想要买的 主要它一盘88刀 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个Natasha Zenona的65刀的小盘呢 就对吧 护肤 我就从比较夥的这么几个品牌说吧 一个呢是Glow Recipe Glow Recipe我自己是没什么用过 主要是一盘邦感用 因为我觉得它 我自己没用是我觉得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然后果真如果所料 在一盘邦脸上什么效果都没有 但是它使用感不错 就是肤感很好 但是呢使用下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只有保湿的效果 所以呢我更建议年轻的肌肤去用Glow Recipe 再来的是Biosense Biosense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宝藏品牌 它呢主要是以小沙碗来做它的主要的这个成分 它几乎在所有东西里面都加了这个东西 Biosense也算是一个非常安全 然后clean的这么一个beauty 我自己用过它们的眼霜 用过它们的油 用过防晒 这些都是不错的 都是属于你看不到太大的效果 但是用着非常的安心 然后实用感也还不错的这么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Biosense的防晒真的绝 一绝好吗 买 然后呢去Belief Belief我自己也用过 就是实用感超级无限 但是真的也是只有保湿的效果 如果你是一个油皮 我很推荐你在夏天的时候 买它们家蓝色那个Aqua的那个版本 除此以外Belief我强推你 买给你的老公或者你男朋友 他们绝对会很喜欢 因为这个是不粘腻 它不粘腻它还比较保湿 他们男人的要求都是这样子的 不准粘 不能突然离后手上脸上感觉粘粘的不可以 然后呢它要有啊这个脸上还要有昙滑的效果 但它们不在乎什么皱纹啊 痘痘啊 它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所以Belief是绝佳送给男友 送给老公的护肤礼物 然后呢就是Fresh Fresh的洁面 我已经大洞洞洞真的是 已经用空 数不清多少罐了 所以这次我还是一样的会去囤一个大洞洞洞 成间我就用两个 要么就是Dermalogica 要么呢就是大洞洞洞洞 这两个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成间洞洞洞 然后Fresh我这次还会买那个带有SPF的日间的那个唇膏 因为那唇膏我现在用的这个是已经过期的 不知道为什么过期的话呢有 所以这次我一定会去把那个买过来 我还打算买一个Fresh的那个面膜套装 它是有三款面膜的 一个是那个玫瑰的 一个是糖 黑糖的 一个就是红肠的那个 我挺喜欢涂抹面膜 Abeauty我急救面霜已经是我的家里常备的东西了 就是很多时候假如今天我一整天不会出门 然后我想减轻我的护肤 步骤的话我就会贴个那个早安面膜 然后再涂一个急救面霜 就结束了我这一天的护肤 就很简单 然后有急救面霜我过敏的时候也是很安心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Sunday Rally Sunday Rally这个东西呢很适合油斗皮 尤其是那个套装 这个套装我觉得真的一定要试试看 油我自己很喜欢 有人嫌那个露到的油很臭 可是我用了一段时间反而觉得露到那个油 我闻着味道很治愈 可能真的每个人喜欢的喜好的那个味道真的是反不一样 Good Dreams的那个主要是针对痘痘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油痘机的话就不要买这个套装了 可以只买那个露朗的那个油 自身堂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东西 如果你是还在上学啊高中生啊大学生的话 你可以买那个Wassel的那个套装 因为Wassel整个系列是没有在做什么宣传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它是我用过这个价位里面最舒服 最适合年轻肌肤的这个系列了 我强烈不建议大家在瑟芙兰买的东西 就是蓝芝 大家最好什么都别买 尤其是它的什么唇部啊睡眠面膜啊 那都全特别的没有效果 就是花了钱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要去买这些东西 然后Drunk Elephant也是一个我不太推荐的牌子 主要是我买过他们家太多东西 用过他们家太多东西 然后他的东西都是价格很高 但是实用感就是这样子 然后效果在下面 就是Tatsa也是我不推荐的牌子 也是一样价格虚高 东西很一般 然后现在呢就开始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更新一下上一次 我在瑟芙兰买的东西的感受 Shall of Celebrity的那个综合盘 这个综合盘平时上班会非常经常用 避免了你去纠结的那个烦恼 你唯一纠结的是 今天你要用这边的腮红 还是那边的腮红 很适合你上班懒得化妆 但是你有想要化妆的人 这个Gucci的这个唇膏很意外 我居然经常在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颜色 我当时买它主要说买脸 就是想要买一个它的壳子 因为我好喜欢这个小碎花的造型 然后另一是从这个小碎花里面 跳了一个还看得过去的颜色 但是没有想到这还看得过去的颜色 我经常在用 因为它太白搭了 而且润唇是真的不错哦 Makeup by Mario的这个眼线笔 很好用的 但是它就是有点晕 但是它那个刷子真的特别适合废手 都不是新手啊 废手 而且你的手就是跟残的 没有什么差别的那种 真的很适合你 可能问题是它就是太容易晕了 它如果不容易晕的话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产品 然后呢就是我的那个梳子 那个梳子已经没什么好梳子了 就没在用 今天的脂肪也是它拉的 你看非常的直对吧 完全不用那个加板 就是这样子就很OK了 只是去了袜的时候拉一下就搞定 这些呢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上一次的这个回报 斯芙兰的水很深 坑也很大 大家一定一定要做足足 OK做足功课 再最好靠柜去买 OK 注意防护 注意安全 谢谢大家看今天的软眉眉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跟踪我的微博 跟踪我的个人动态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 如果你看YouTube更方便的话 欢迎你看我的YouTube 然后这里也有我的抖音 我说现在大家开始刷抖音了 所以我也会开始多多更新我抖音的 大家不要催 不要催我 不要催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解散 散